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英国常委国际出版集团的总编 也是新书《非洲中国投资者须知》的主编 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对于中国投资者有很多机会 在一些特别的国家 有一些新的投资领域等待着中国投资者 整个非洲有很多著名的 尚未开发的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源 比如乌干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近在他的东南部就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石油资源 但是还没有被中国的公司和传统的石油公司开发 其他吸引投资者注意的传统国家 比如说像尼日利亚也正在发展石油工业 在这里中国的公司已经十分活跃 他们和当地的石油公司 还有一些大型的跨国石油公司合作 一起开发当地的石油资源 尼日利亚政府非常热衷于鼓励在 金系化加工方面的投资 因此在炼油厂的建设 以及随后的成品油出口方面 有一些投资机会 进行任何一种海外投资 总是有挑战性的 在公司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法律法规环境 和当地的政治环境 最好的方式就是与当地的咨询机构解密合作 因为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 石油和天然气在非洲是比较大的投资领域 传统的矿产 比如金矿这类的矿产工业方面 也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在一些其他的领域 也有一些新的可供投资的机会 比如像农业 电信 IT行业 这些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 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行业 一些中国公司 比如华为 中兴 已经在这些行业参与进来 在非洲 它的通信行业是非常特别的 这是因为在建立传统的电信网络上 地理环境方面存在很多难度 由于这个原因 非洲在移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技术可以在非洲建造 并且非常具有创新性 这些机会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 也是可以参与的 比如像移动银行 在肯尼亚以及其他的东非国家 一些新技术能够使人们通过移动电话 来进行汇款业务 同时 非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陆 它拥有庞大的人口 已经接近十几亿了 所以它的市场也是很大的 因此对于制造业来说 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我认为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意识到 在非洲各个投资规模的机会都有 既有非常大规模的投资 比如数亿美金合同的投资 也有非常小规模的投资机会 有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 比如矿产开采等非常大的工程方面 参与进来 像能源工业 建设水坝 水电等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也是一些其他大的投资领域 一些小型的中国公司 在像莱索托这样的国家 正在经营着很小的制造业务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 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体系 统一货币 正是非洲联盟想要在非洲大陆范围内 创建的一个货币联盟政策 这项政策 非洲联盟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并且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 统一的统一货币进程 这个目标希望在2020年达成 已经迈出了某些具体的步骤 但是不确定的就是 是否能在预定的时间内达成 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时 货币联盟必须在协调监督过程中 手拉手 并且在如此多样性的大陆上 统一货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投资者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为了去非洲进行投资 它并不是一件需要等待的事情 因为机会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再次再次返养 我就再次返养 这任何人有空 在这里 都已经返回了 有真的 不愿意识到那里了 就学习了